好的主播 一辆白色刺小客 车头猛撞路边护栏 凹陷全毁 钱包杆掉落 车体零件炸盆满地 力打灰色修旅 同样车头撞烂 双方停在路边 附近民众各是听到碰音声 巨响 吓得赶紧躲进附近超商 7日晚间嘉义新港乡 当街发生警匪对峙 原来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称自己遭到诈骗 于是警民合作 到一间超商准备埋伏车手 宁州甲介答应交易 实际诱拐车手出现准备逮捕 但没想到警方上前围捕时 车手不但想开车逃逸 更直接嚣张重撞警方 一名远警遭到撞击 其余人紧则奋力将车手压制逮捕 刺到撞击的远警 右小腿受伤流血 车手脸部口鼻受伤 双方通通紧急送医救治 车手手段恶劣偏钱招待 还开车撞警实在不可取 以上掌握搜集主播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